2024年的风云人物 被称为半导体教父的黄仁星 肯定榜上有名 他创办的英伟达 在过去的一年市值翻了接近四位 市值规模在最近超过了亚马逊 成为了全球第四大市值的公司 但是你有知道他背后的传奇故事吗 他怎么样是从一个问题少年 变成一个好学生和成功企业家 在人生中期 事业家庭稳定 拥有一儿一女的他 到底为什么要冒着风险辞职创业呢 而英伟达曾经多次面对破产和倒闭的风险 他又是怎么样逆转的呢 今天我们来分享他的人生故事 黄仁星出生在一个中产家庭 他的父亲是一个化学工程师 在黄仁星父亲30多岁的时候 第一次从台湾到美国参加了员工培训 回来之后 他就有了送黄仁星两兄弟去美国的念头 后来在黄仁星9岁的时候去了美国留学 当时候他没有父母的陪同 只有一个比他大一岁的哥哥一起留学 当时候他们甚至不知道怎么样转机 而在和父母分开的日子 他们能够通过磁带联系 黄仁星的父母每个月 路了接近四盘的路带寄到美国 向两兄弟分享近况 而下个月 黄仁星也用同样的方式跟爸妈联系 分享他的生活 虽然在那段时间父母不在身边 但是黄仁星说还是觉得很安全 因为父母给了很多的爱 后来在他39岁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 黄仁星也说过 在他同样的时候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的生动和快乐 而黄仁星也说过 自己其实是他父母的梦想和愿望的产物 回忆起过去的往事 他也说自己欠了他的父母很多很多 那黄仁星和他的哥哥来到了美国之后 他就投靠了在华盛顿去的舅舅家 但是他的舅舅其实经济情况也不太好 而且他也几乎不会说英语 而他也无意当中的把黄仁星送到了肯塔基州的一家辅导问题学生的基督教技术学校 在那个学校里面有很多的问题学生 在入学的时候黄仁星10岁 在晚上刚到宿舍的时候 穿衣服看到了他的室友 有很多的伤疤 而这些伤疤全都是打架弄回来的 那后来这个17岁的室友呢 就成了照着他的大哥 因为黄仁星是学校里面最小的男孩 他被分配到去清洗全学校的宿舍厕所 在这里他还学会了爬墙 偷吃东西和抽烟等等的坏习惯 黄仁星在后来的采访当中解释到 当时候他并没有学坏 只是在学会了适应当时候的环境 而这个经历和一连串的陌生环境 也造就了黄仁星强大的环境适应能力 他也说过在17岁的时候 他的哥哥也帮他找了一份在餐厅洗碗摆桌子的工作 这段经历呢让原本害羞的他也可以和陌生人自如说话 而这段经历也对他的性格有很大的改变 在那所问题学校读了两年之后 黄仁星的父母也终于移民到了美国 一家团聚之后他也赚到了一个正规的学校 而在16岁的时候 黄仁星考入了俄罗刚州大学 跟很多辍学的商业大佬 以如乔布斯、朱克伯格或者是马斯克他们不一样 黄仁星还是老老实实的上完了他的大学 并且在毕业之后一边上班 还一边读了史塔福大学的研究生 在大学的期间呢 他有两个大收获 第一个呢是明确了未来的发展方向 学习电机工程学 喜欢的是设计晶片和电脑 那另外一个大收获呢 就是在大学期间遇到了他的初恋 并且在后来相伴医生的妻子Lori 那黄仁星也在采访当中 我遇到他在求学的时候 其实性格呢非常的害羞 身材也很瘦小 自己也认为呢 自己的外貌并不起眼 可以说是一个宅男 但是他也说他的优点是功课很好 他也经常说 自己的法媚开场白 跟很多宅男一样 就是问你 我们一起做功课吧 你要看我的功课作业吗 那现如今他跟Lori 有两个儿女 都是在英伟达旗下工作 他也经常表示 他的老婆在他人生当中 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 也因为老婆是他的大学同学 也又一起念书 也能够理解他的兴趣 他对黄仁星的事业 也是有很大的作用 他也曾经表示 我很爱我的工作 我的家人也非常爱我的工作 就像你喜欢打网球一样 我的家人也当然不会讨厌网球 因为他们希望你快乐 所以我会经常跟我的家人分享 我在工作当中的快乐和满意度 他们也同样会爱上NVIDIA 那从黄仁星人生前半段 可以看到其实一个人成功的背后 好的家庭教育和家庭关系 也是必不可少的 无论是他的父母 或者是他的妻子 也是他背后强大的后盾 那在毕业之后 老人许也曾经有过两段的工作经历 参加完很多面试之后 他选择了成立了十多年的 晶片公司AND 而他也是成为了晶片设计师 在两年之后 在朋友的邀请之下 他来到了一个电脑的晶片制造公司 他在工程部门做了两年 又主动申请到了销售的部门做了六年 一路做到管理的阶层 而黄仁星也在日后的回忆当中也说到 这是自己做出的最佳职业选择之一 在销售的部门当中 他学会了怎么样能够把产品的设计开发 和市场的结合 强烈的认识到 消费者只会关心你的产品设计 对他有什么好处 那在这段期间 他也认识了两位对他很重要的人 就是Chris和Kers 后来呢 在1993年 黄仁星做了一个在别人眼中 包括他自己的妈妈也觉得很crazy的事情 就是放弃他的高薪工作 跟他的两位好友 Chris和Kers创办了英伟达 他也如愿在30岁的时候 成为了自己的公司的CEO 在这一集 我们跟大家探讨了黄仁星的前半生 而在下一集呢 我也会跟大家探讨黄仁在创业的波折 和他是怎么样每一次都能走出地谷 英伟达又是怎么样 屡次从破产的边缘中 爬出来一步一步成为万一市值的公司 到底他成功背后的秘笈是什么呢 那我们下一次会跟大家讨论 如果大家喜欢这个影片的话 不妨给我一个赞和留言和订阅我的频道 那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